两岁女童 口鼻肿胀 无法消退 三番两次检查 义务竟不翼而飞 鼻腔中的义务究竟是否存在 当结果最终确认 又是什么让人后怕不理 继续收看传奇故事之 消失的义务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古代的大夫治病的时候靠的是望闻问亲 也就是看气色 听声音 问症 撞摸 脉象 说白了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的经验 如今这情况不一样了 医疗手段越来越先进 对疾病的判断也更加的准确迅速 不过即便如此 也依然会有让人困惑不解的情况出现 就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件事 有个小姑娘 据说她身体里有个异物 可奇怪的是这异物一会能被检查得到 一会又根本不见踪影 难道这异物她长了腿会跑吗 我们一块去看看 画面上出现的是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这是一所三甲医院 在四川省甚至是整个西南地区都很有名 救助过很多的妇女儿童的重症患者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件事情 发生在2018年3月18号的下午2点 耳鼻后科的主任医师徐佑 接诊了一名不同寻常的病人 孩子就是来的时候 眼神非常的恐慌 我这个嘴唇已经缝上了两针 当时徐佑接诊的就是为这位小姑娘 她叫童童 才两周岁 送到许友面前的时候 童童那样子让人很是心疼 除了被缝合的伤口之外 她的上嘴唇肿得非常厉害 而且左侧鼻腔也呈现出了明显的肿胀状态 这么严重的外伤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 童童的母亲张花玲是这么说的 童童的鼻腔里竟然有截铅笔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根据张花玲的讲述 从童童受伤的那天算起 这截铅笔已经在童童的体内存在了一周之久了 得知了这些信息 童童口鼻肿胀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 医学上说人体对异物是有排斥反应的 异物在体内停留的时间久了 就可能会造成感染 甚至引发进一步的疾病 而童童她才只有两岁 万一出现感染甚至是扩散 后果可以说是非常糟糕 于是徐又立刻就对童童进行了前臂镜检查 结果如何呢 没想到检查了两遍 一个让人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根据徐又的检查结果 童童的鼻腔确实是高度肿胀 而且里头有大量的血腥分泌物 这些都不假 可是说它异物嘛 竟然压根没找着 这就奇怪了 根据以前的CT结果 彤彤的鼻腔里头确实是有东西 可为什么现在就消失不见了呢 一开始徐又考虑到了这样一种情况 当时我在想签笔 肯定前头有个签嘛 是不是能够签笔头掉进那个鼻腔里面去呢 当时我在想 如果是签笔头掉进鼻腔就很小 然后CT给我的信息也是很小 我说那么小的义物 会不会在它长途奔波的时候掉出来了 义物有可能已经自行掉出来了 当然了 这是一种非常异象的结果 可是有句老话毕竟说的好 不怕一半就怕万一 尤其是在关乎生命健康的问题上 可是一丁点的侥幸心理都要不得 而万一推测失误 那义物仍然留在童童的鼻腔里 耽误了救治 影响了可就不只是面容了 孩子的这个大脑甚至生命都会有危险 因此作为一名非常有责任心的大夫 属于用的还有更多的考虑 我当时心里就想 因为病人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是很浅的 那么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资深的医生 从医三十多年 我觉得我们对疾病的思考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就是你要坚信这个里面肯定是有东西 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先进的医疗检查手段 彻彻底底的排除了他体内没有东西的时候 我们才会放心的告诉家长 这个孩子的体内没有东西了 这就是我的哲理使然 很多时候责任心确实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一件事情的走向 而且也多亏了徐佑的责任心 接下来这个事情的发展还真的是完全出乎了人们的意料 原来第二天徐佑主动联系了彤彤的母亲 他要给彤彤再做一次详细检查 那么彤彤鼻腔里的异物究竟有没有自行掉出来呢 实不相瞒 这一次的检查结果就让人更加困惑了 CT结果显示 在彤彤的鼻腔里头有两个椭圆形的亮点 这说明异物依然存在 可问题是当徐佑再一次进行内归镜检查的时候 他却仍然没有找到异物的影子 两次CT都显示有异物 可是两次鼻内的窥镜检查 却没有发现异物的踪迹 难道这异物还有什么特殊之数 他会在身体里头到处游走啊 凭借多年的经验 徐佑觉得彤彤的病情并不简单 事实上这很可能预示着一个更加糟糕的结果 他怀疑两次鼻内窥镜的检查都没有发现异物 很有可能是因为彤彤的鼻腔过度肿胀 把异物给包裹起来了 而且这还是其一 于此同时这个异物的位置也让人忧心彤彤 两个医院的检查都有异物 内进检查又没有发现异物 那么这个异物肯定很深在 异物很深 简单的四个字暗含着让人不憨而立的可能 咱们常说蹊跷相连 如果彤彤的鼻腔里的异物真的特别深的话 那很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器官 比如说眼睛 而且更严重的是紧拎着鼻腔 还有一个人体最为重要的器官 大脑 万一彤彤鼻腔里的异物穿过了颅骨 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 要怎么才能验证徐佑的推测呢 思来想去 徐佑认为有必要给彤彤的头颅 做一次360度的检查 怎么个检查法呢 这就要依靠一种先进的医疗手段 叫CT三维同舰 就是让彤彤 头颅内部的情况 以一种立体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么这次的情况如何呢 说实话 看到结果那一刹那 就连徐佑都感到无比的震惊 这就是彤彤拍摄的彤彤CT 从这个角度 我们看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画面 一根细长的异物 赫然斜杀在彤彤的鼻腔里 这个异物到底有多长呢 那结果让人难以置信 通过三维重建 我们看到了异物的长度 体是大概有3.8公分那么长 两岁的孩子 鼻腔整过的长度也就是30公分 他的异物就有那么长 所以他已经贯穿了整个鼻腔的全部 之前所有人都认为 彤彤鼻腔里的即便是有异物 也只是一小节铅笔头而已 万万没想到 插在彤彤鼻腔里的 竟然是一段将近4公分长的铅笔 而且更为致命的是 这段铅笔是从彤彤的上嘴唇进入的 通过鼻腔之后 从眼眶下面直达录底 第二次CT重建 就发现这个衣物已经抵挡了前颅底 给前颅底的骨头一部分都戳进去了 都戳在那颅底的骨子 大家通过颅底的骨子进去就是脑骨里面的脑子质量和脑膜 这段铅笔有没有穿过脑膜 暂时还不得而知 但是眼前的情况已经足以让所有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谁能想得到 过去的一个多星期里头 死神的镰刀距离统统只有那么一两毫米 到了这一步 彤彤的嘴唇鼻腔一直肿胀不消退的原因 也终于是清晰了 很显然这是义务感染引起的 而且在这一个多星期里头 这种感染正在一天天加重 说到这里呢 彤彤的伤情究竟有多严重 相信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了 毫不夸张的说 彤彤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进行手术 取出异物 迫在眉睫 显然如此呢 还等什么呢 其实情况远比咱们想象的 还有复杂 为了确定手术方案 徐勇找来了神经外科 神经内科 放射科等多个科室的医生 但即便如此 他们依然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难题 那就是一旦把异物取出来之后 彤彤的病情会不会继续恶化呢 这在当时根本就是个未知数啊 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来 就是害怕 一些眼眶的感染 你神伤四孕 一些奴隶的感染 一些脑膜烟 然后这些情况 所以就是比较厉害的 还有严重刻刹那引起败血症 浓读血症 这样的一个 就是比较严重的后果 这些病发症的名字 每一个都让人心惊肉跳 因此呢 彤彤的这场手术 也成了一场每个人都严阵以待的战役 3月23号 也就是彤彤受伤将近两个星期之后 战役终于打响了 彤彤被推进了手术室 在这里 年仅两个岁的他将接受一次全把手术 因为义务的位置特殊 手术室里头参与救治的医生都是聚精会神 异常谨慎 作为主治医师 徐佑的精神跟人高度紧张 他沉着地操作了器械 小心翼地在彤彤的鼻腔里探查着 终于 他在下笔道的地方 找到了那截 折磨了彤彤十几天的铅笔 确认安全之后 将他移出了彤彤的鼻腔 铅笔被取出来的那一刻 相信不少人都会为眼前的情形感到惊讶 我们很难想象 在过去的十几天里头 这件铅笔带给彤彤 那将是怎样一种日夜煎熬 我们更加庆幸 多亏了当时徐佑主动联系彤彤的父母 为孩子做了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的检查 这才避免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现在彤彤笔箱里的铅笔取出来了 可能不少人也终于松了口气 觉得一切都是有惊无险 然而事情真的会有这么顺利吗 不 接下来的情况简直让人万万没想到 就在大家以为手术已经大功告成的时候 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生了 这才手术竟然还远没有画上句号 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么说吧 彤彤笔箱里的异物 才只取出了一半而已 一半 什么意思 那到彤彤笔箱里头还有东西 刚才我们说到插入异物十多天之后 彤彤被推进了手术室 可就在徐佑医生终于把彤彤笔箱里的铅笔取出来之后 一个让人没想到的意外出现了 结果一看 结果签笔只有一半 这就让我们心里又紧张起来了 也就是说 之前取出的那段铅笔 只是从侧面看完整而已 实际上那段铅笔在插入彤彤鼻腔的时候 竟然从中间断成了两截 而且另外一截竟然还在彤彤鼻腔的某个位置 虽然手术之前徐佑已经做过谨慎的思考 但是这个意外还是极大的充足的意料 残存的另外一半铅笔到底在哪 又简直让这倒吸一口凉吸 我们又把鼻腔搜索干净 把血吸干净 然后又发现了一个异物在中边下 这个异物就更加的深在 鼻中的顶部被这个异物戳穿了 所以我们又把鼻对镜调整了位置 收缩了鼻腔 又顺着衣服插向了鼻中个穿孔的方向 然后轻轻地去挪动衣服 然后取出来跟刚才取出那一半衣服 再把它拼拢 结果看到是一只完整的一个铅笔 虽然十分凶险 但是这一次彤彤鼻腔里的铅笔 总算是完全取出来了 不过对于彤彤父母来说 他们的心情却十分复杂 看着彤彤从体内取出的铅笔 听着医生讲解铅笔插入的危险程度 彤彤父母感到无比的后怕 每天看着小孩子好像住在医院里边 就是没什么事情活蹦乱跳 根本就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我都不敢想象那么长铅笔小孩子 他成熟了你怎么成熟住的 我真的不敢想象 是不光彤彤的父亲不敢想象 当这一段手指粗细的铅笔 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感到震惊和后怕 彤彤能够化险为夷 靠的是运气 更是医生们的努力就是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知道 这么长一截铅笔 当时 他怎么插入到彤彤的鼻腔里去呢 这么明显的义务 当时彤彤父母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据彤彤的父亲范彤彤回忆呢 事情是发生在3月11号 那天他下班回家 正在画画的彤彤呢 开心地跑过来迎接他 没想到呢 意外发生了 当时我听到啊了一声 我一看他 我转过头去看他 就摔在那里了 头抬起来 一只铅笔插在嘴唇上的 当时整个衣服上 整个脸上 就是鼻孔里边 那些就是那个血 都流流 都是都是血 发生东说呢 当时他看着血流不止的女儿 吓得是手足无措 几乎是本能的反应 顺手就把铅笔拔了出来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铅笔竟然断在了女儿的鼻腔里 正是因为这个疏忽 这件铅笔 一直留在彤彤的鼻腔里头 感染不断扩散 彤彤的口鼻 肿得是越来越严重 不过呢 整件事也算是有惊无想 非常幸运的是 彤彤的手术很成功 他很快就转移到了普通病房 相信等到伤口完全癒合之后 彤彤的父母一定会小心再小心 努力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鼻腔里的义务 并没有给彤彤带来致命伤害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 却是非常深刻的 事实上 儿童意外离咱们并不遥远 也许是一时好奇 也许是玩得太投入 忘记了危险 总之吧 哪怕是一些并不起眼的活动 也一样可能隐藏着危险 就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 这件事是发生在重庆 那天晚上呢 王大娘正在家里准备晚饭呢 突然有人活气活了的 跑过来告诉她 说不得了 你孙子林林出事了 林林到底出什么事了呢 后果然赶到现场呢 王大娘简直都懵了 只见林林锁在一辆三车车的这个边上 她的右手中指 直直地插在三流车上的一节钢管里头 像是被吃到了一样 正在不停地流血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 因为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距离事故发生 已经快过去半小时了 当时小男孩的手指 感觉已经断了 据消防动员们回忆啊 当时林林的手指根部几乎完全断裂 从外表上看只剩下一点点筋骨还连接着 还竟然刹得这么严重 绝对不能再耽误下去了 可是怎么才能把林林的手指 从钢管当中解决出来 这光想想就知道特别不容易 钢管是什么 那是极为坚硬的东西 如果跟平时一样把它锯开的话 很可能钢管还没锯断 林林的手指就已经到极限了 那要怎么办呢 经过深重考虑 指挥员决定用便于操作的外向 剪切钳进行处理 但即便如此危险系统一样 游远的时候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 因为三轮车上面 全部是钢筋钢管函节的那个框架 因为我们怕在剪切的时候 已不注意 钢管存在弹性 只怕一剪断的时候 一弹就把那点筋和皮给绷断了 哪怕是剪 也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毕竟相比于钢管和剪除剪 孩子的手指实在是太坏弱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林林的状态越来越差 没有时间犹豫了 消费人必须做出果断选择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为了最大程度的减轻对林林的二次伤害 这份人决定放弃 直接把林林的手指从钢管里取出来 而是把钢管和林林一起送到医院 由专业的医护人员进行处理 事实证明 这个思路确实可行 二十分钟之后 卡住林林的手指的钢管终于被剪下来了 最后林林被连夜送往重庆市长城医院进行抢救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 她的手指终于从钢管当中取了出来 医生及时对她进行了断指在植手术 林林断裂的手指总算是被成功的结伤 事隔二十三年之后 记者曾经拜访过林林的家 让人欣慰的是 小朋友的精神状态还不错 正在专心致志的跟小伙伴玩呢 让林林并不知道的是她断裂的手指正在由三根钢钉固定着 虽然手指已经接上了 疼痛也在逐渐消失 但未来能不能恢复到正常人的这个手指活动水平 还得看她的恢复程度 医生也无法给出程度 林林的家人说 孩子玩耍的地方 他们太熟悉不过了 咱们都没想到 这次竟然会把手卡在钢管里头 那这几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原来就在这个事故发生的那天呢 林林做完作业 就和林玉佳这个小朋友一起到院子里头玩 玩耍过程当中 林林爬上了一辆三轮车 来回来跳 无意间的她呢 把手指伸向了三轮车上的一根钢管里头 就在又一次往下跳的瞬间 她竟然忘了她手指都还没取出来的 悲剧就这么发生 听到林林说自个儿忘了 有人可能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然而事实上对小朋友来说 因为贪玩而忘记自身安全 并不是一件特别难以理解的事情 孩子年少调皮 还没有形成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 而这呢 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再强调安全教育和家长监护的原因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 成年人一定要多叮咛长嘱咐 把安全意识真正灌输到孩子的头脑当中去 与此同时 家长们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看护 努力做到细致认真 毕竟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珍宝 任何人都不会想看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OK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获到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位应用市长去下载手机 将一台客户段 好各位观众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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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